Echo这把连喷由于近距离才能有效打击逐渐冷门,美文将用一喷搭配战术完成单人首点。 希望这把神器能在王者之席里续写它的光辉。 配件带鹤枪实弹总弹量扩充到225发,根据喷子的优劣是我们尽量中后期再来到这个点位。 在补给站旁边的废车这里上之前要确认好旁边有没有人。 对着车头,两连跳就可以上去,既能带盾牌,注意放盾的位置,不要展开放,要踩在车顶上把盾牌放在车盖正中间。 可以增加别人上来的难度,但是不能完全阻止,所以选了这把连喷,抢手点,远程的敌人后期就不用管了。 盾牌放在中间,复苏者就很难破坏,成为最后一名以后,直接守着正前方就可以。 被上来的复苏者秃脸,不要慌一坑带走。 这个点位最致命的不是前面的复苏者而是飞幅,一刻也不要停下来通过后跳,秒趴来躲避飞幅或者回去。 生命在于运动是真的,半雷就放在这个路口,比喷得还爽,这个点位用进喷真的在合适不过。 就算他们费劲上来,最多两发又把他们赶下去。 后面的和旁边的复苏者,尽量不要管。 时刻堆放着有人跳上来秃脸,盾牌的技能很快,没了就赶紧补上。 右手车门也可以上来,但是比较难上,不用管它,半雷也是非常至关重要的。 收割四个,直接出巨变打击,这时候就等下个盾牌,找机会放巨变打击。 反正不要停下来,你是不知道当代玩家的飞幅有多准。 不用看就知道后面全都是举着飞幅瞄着我。 唉,就是打不着我,就是不给你们机会。 前面放的盾牌消失了,赶紧放心的。 放完直接趴下开巨变打击。 放完记得起来守着前面。 等了半天终于上了一个,走好你嘞。 这不就又赢了吗?